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受熱派地區發生汽車炸彈攻擊,炸死最少4人 烏克蘭召開新一屆國會,而示威者與警方繼續對視 玻利維亞龐陀大雨導致最少29人喪生,操以千計的人無家可歸 國際奧委會主席到達索契,2014年冬季奧運會預備在星期五開幕 一名墨西哥漁民在太平洋海上漂流一年後,終於在馬嘯爾群島上岸 一次介紹擾你的日子,給你看看,走入空流一年中 呃,在馬嘯爾群島上瀆